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11月29號 禮拜二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明天是摩台結算 不過我們發現到 整個台北股市今天蠻戲劇性的 因為整個指數啊 早盤的時候呢 開高漲了58點 最高來到11373 那代表什麼 台北股市今天在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 可是你要發現到 當你台北股市 在創波段新高的時候 台北股市反而今天是 開高走低 不要說上市指數是這樣 上跪指數也是一樣 而且它跌更凶 有沒有 那這代表著說 怎麼搞的 台北股市今天怎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好 那各位 整個台北股市 到底它會怎麼去走 因為這關係到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 我一直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呢 你想要知道說盤怎麼做 你要先了解盤要怎麼去看 到底這裡是該買還是該賣 到最後呢 你才能夠真的達到獲利的一個機會 有沒有 好 那台股該怎麼去走呢 各位 我還是要跟你講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我覺得全市場裡面也只有這個LINE 它能夠幫得到你 好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好 我們來仔細看 台股它到底該怎麼去走 尤其來到這禮拜是摩台的結算 那我們要怎麼去規劃行情 去擬定我們的策略 我都會在這個LINE裡面 詳細的跟你做解說 而且我是盤中發 好不好 你還沒有加入LINE的你趕快加入 你來仔細看 這個盤我昨天怎麼跟你講 來仔細看 昨天10月28號 我說本週摩台結算 預計仍有拉高結算的機會 但是 本週的操作不可追高 反而要逢高調節持股 有沒有 我們是不是寫得很清楚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那為什麼我會跟你講說 台北股是這個禮拜是有高點的 但是這個高點你不能亂追啊 他的理論依據 到底在哪裡 你再仔細看 因為我昨天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 因為月底聯準會有降息的機會 好 那當他有降息的機會的時候 照理說 美元他應該要跌 可是我昨天就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我說不對啊 美元應該要跌 可是我們所看到的美元 好像沒有跌 好 你來仔細看 美元經濟的走勢呢 他並沒有跌下來 他並沒有跌下來 好 那各位 當美元沒有跌下來 他代表的意義在哪裡 你仔細看喔 我說 美元前低97.14 沒有失守的話 那你亞洲匯率也不會明顯偏強嘛 對不對 你美元沒有跌 你亞洲匯率怎麼升 所以咧 這會影響到什麼 我說陸韓股市的補漲走勢 他就沒有辦法成型嘛 那這會讓 台股本週拉高 會有見高點的機會 有沒有 是不是寫得很清楚 所以呢 當整個美元沒有跌下來的話 你亞洲匯率他不會走強 那你亞洲匯率不走強 你亞洲股市怎麼走補漲 所以當亞洲股市沒有辦法走補漲的時候 你反而要留意啊 台北股市會不會見高點 這就是我跟各位說的啊 有高點的時候你要賣啊 同樣不是只有買沒有賣啊 你今天是我的會員 我們絕對有買有賣 而且呢 你來仔細看 昨天10月28號禮拜一 一開拍沒多久 我就跟我們的會員這樣講 我說 本週三摩台結算 預計台股仍有拉高機會 不過今天開高就昨天了 昨天開高到收盤成交量 大概只有千億出頭 所以我說 市場追價意願不高啦 所以呢 本週拉高要預防 台股是不是爆量 這禮拜操作為了避免追高 我們會稍微保守一點 所以我們都不做動作 這代表什麼 我沒有叫你拼命追 好不好 沒有叫你拼命追 當你今天看我的line到現在 投票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到今天還在創波段新高 可是開高走低 整個大波段的行情 誰能夠幫你精準的掌握到 你想想看啊 當初八月份 台股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啊 要等到八月下旬八月底 台股才會攻月線 結果呢 真的啊 八月底的時候開始攻嘛 對不對 我八月27號的時候 我從幾個重要的關鍵 我來告訴你 九月 多頭有反撲的機會 結果多頭有沒有漲 漲起來了嘛對不對 到了十月初的這一段 十月四號我還跟你講喔 嘎空陷阱盤 那時候還沒漲叫嘎空陷阱盤 所以咧 有沒有嘎空 有嘛 台北股市不是漲上來 所以從八月份到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我每天叫你說趕快進場 趕快進場 一直到了昨天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不要追了 你想想看啊 低檔叫你買 我拉高叫你賣 有沒有很精準 我也沒有說錯嘛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你就會知道啊 我們所有的操作 絕對是有買有賣 而且 是低檔有買 拉高有賣 不是每次低檔你不買 拉高你再追 OK好 盤勢交代一下 既然這樣的盤 已經開始出現震盪了 那預計啦 因為明天摩台結算了 那我今天在line裡面已經寫了 摩台在上禮拜還有23萬口 到昨天的時候剩9萬口 這已經預告了什麼 今天拉高的時候 外資已經先平倉了 已經先結算了 所以台北股市在摩台結算完之後 全脂股要休息 所以你未來指數的震盪 會延續一段期間 為什麼 因為你下一次的期貨結算 在11月20號 所以還要很長時間 後面有的盪了 真的後面有的盪盪 你買高點的人 你自己要注意啊 我今天測標跟昨天沒有變嘛 我說高檔爆量股的含義 什麼叫高檔爆量股 投資人你想想看 我昨天跟你講說 有一些個股在高檔爆量 代表有人要出 所以你不要亂追 好我舉個例子來講 昨天我是不是有跟你講過這檔 超重 有沒有 是不是高檔爆量 當你高檔爆量之後呢 你看到今天為止 股價繼續跌啊 那除了這檔還有哪一檔 比方說什麼 3083的網楼 是不是高檔爆量 爆量完之後呢 今天繼續跌 比方說什麼 6188的廣民 你看今天大聯益一根下來 之前高檔爆量高檔爆量 高檔爆量之後呢 再創破斷新低 那可見的這類型的個股 到現在為止 你要預防 高位階的股票 而且爆量的個股 千萬千萬不要追 不只不要追啊 反而你要把它賣掉啦 不要到最後呢 套了一堆的股票 然後呢每天都在等解套 那當你問我說 老師那這個盤是不是沒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 當你台北股市全值股休息 要陷入休息 全值股開始休息 指數要開始出現整理的時候 那你要把你的資金移轉到什麼 低位階的個股 你去掌握那種跟大盤指數 沒有關係的股票 你才能夠繼續再賺啊 所以這一波我們好多的股票 都賺波段 而且都走獲利 你仔細來看 你看我們的節目 或你看我的line 當初在9月底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啊 投信養小鬼二次攻擊股 那這什麼股票呢 當初是跟你講過了 TPK 有沒有 周線上面已經要突破了嘛 所以當他突破之後呢 你看喔 一開始攻 他就是漲停板 漲停板完之後呢 讓你看到什麼 還在創新高 如果你從日線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啊 到今天 還是在創新高 可是投資朋友 我們在這裡跟你講的 我們在這裡跟你講的 從來沒有讓你去追高過嘛 對不對 而且像這樣的個股一堆啦 真的一堆 我今天不要再講了啦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 怎麼樣去把那個資金啊 移轉到後面 才剛要發動的個股 我今天在line裡面有跟大家說啊 預計11月份啊 因為你台子期也算在11月20號 還有一段期間 所以預計11月份的時候呢 都會是什麼 重低價股的天下 因為它跟指數沒有關 它跟指數沒有關 所以呢 如果你掌握不到 整個台股輪動的架構 或者是 你掌握不到低檔買 高檔賣的節奏 尤其你的個股是去追高的 今天台北股市一讓你看到 啊怎麼開高走低的時候 投資朋友 注意一下手上的持股 我要先說啊 我們會員的股票是越買越少喔 持股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持股都比較多 因為我要讓賺多一點 等到越漲上來的時候呢 我們是拼命賣 現在為止我們持股不多 我們滿手的現金要準備什麼 掌握低檔的股票 11月份再賺它一段 那如果說掌握不到這些信息的 趕快跟著一起來 與其你亂做啊 不知道可以參加我們多久的會期啊 那我希望你啊 把握住市場的輪動 我帶你有買有賣 我就讓你賺波段 好不好 先把握一下啊 手上的持股不了解的 打電話進來 能幫你的我們盡量做 但是你不問 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 好不好 有任何的需要 跟我們做聯繫 注意一下 高檔爆量股 千萬千萬 不是不要追 能賣你趕快賣 免得套在上面 每天來等解套 好不好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